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继续讲《普贤十大愿王》 我们已经讲过第一大愿 礼敬诸佛第二大愿 称赞如来 第三大愿是广修公养 有人读着广修公养 我们先笑文解义 因为《普贤十大愿王》是从大方广佛华言经 入不适宜歇脱境界里面抽出来的 这个就是《四十华言》的最后的一传 《四十传》抽出来 那么好 现在我们先笑文解义 《四十三男子言广修公养者 所有尽法界尽空界十方三世一切 佛刺即微成中 依依各有一切世界 即微成数佛 依依佛所 种种菩萨还会围绕 我已普贤 行愿立故 起身信解 先前之见 细以上妙诸供养 聚而为供养 所谓花云 漫云 天音乐云 天散盖云 天一浮云 天种种香 土香 烧香 墨香 如是灯香 一一亮如须弥山王 然种种灯 树灯 油灯 珠香油灯 一一灯珠如须弥山 一一灯油如大海水 以如是灯珠供养 聚常为供养 三男子 诸供养中 法供养罪 所谓如说修行供养 利益众生供养 失授众生供养 待众生苦供养 勤修诸根供养 不舍菩萨业供养 不离菩提心供养 这是前一段 在《华严经》里面讲十大愿望 通常开始的时候每一个愿望都是讲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 他的对象 佛菩萨等等 乃至众生等等 他这个对象是有无量的 我昨天已经讲过无尽这个概念 现在这个前面的一个概念是无量 量是怎么样 量是平常我们讲量是可以数的 quantity是可以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万一一都可以数的 但是普贤菩萨的对象 他的广修供养的对象 李经诸佛的对象是怎么样 是无量的 虽然是无量 无量到什么地步呢 佛经里面讲无量就是这样讲的 以虚空尽法界尽虚空 所有的法界 所有的虚空界十方三是一切佛叉 十方是东南西北就是上下 东西南北等等十个方向 十个方向就是代表宇宙的无量 宇宙是space space就是思绘上下虚空 North, South, East, West 东南,西北上下等等 有十方 十方是代表space 所有的我们可以量出来的space 如果可以量是十方是space 三四是什么 三四是time 是时间 三四是什么 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现在、未来 就是time 就是时间 就是尽所有的虚空 尽所有的space 尽所有的时间 那么多的佛叉 佛叉是什么 佛所教化的范围 我们常常讲 诸经也是这样讲 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一尊佛所感化度众生的范围 好像是西加玛尼佛在我们这个苏婆世界 两千六百年前根据人类的历史就是有一尊Sakamuni Buddha 度众生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叉之中 那么他怎么比喻的在这里 就是所有的尽虚空、尽虚空、尽虚空、一切的佛三千大千世界 如果是我们都可以把它化为微尘 If we can break this into atoms and particles 如果是我们可以把它化为微尘 其实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这个比喻 如果都可以将佛的所感化的一个范围 都成为微尘那么小 很多很多微尘 无量那么多微尘 无量那么多佛 无量那么多佛可以感化的世界 每一个微尘里面也有佛叉 微尘已经那么多了 无数无量了 每一个微尘里面 比如说也有佛感化的范围 再化微尘 再把所有的里面的菩萨 还会围绕的菩萨都化为无量无边 佛经去描写 去describe 形容佛的世界 普全菩萨无量的这样的对象 是无量到什么 把整个都化为微尘 在每一个微尘里面也有世界 再化为微尘 无量 好像是我们常常讲横河沙树 通常佛经里面也以印度的横河的沙多不多 横河的沙 每一粒沙 如果都是佛的世界 这个佛的世界也化为微尘那么小 就是无量无边 数也数不尽 人类的思想想不尽什么是无量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样的 我们人类的思想很狭隘的 想不到 想也想不到那么多 我们只可以 我们在数学里面 arithmetic 里面 有一个什么 infinity 无量大 数学也数不知 也不知道什么是无量 数学不过是说infinity 就是infinity to describe you cannot count it 但是佛经讲的infinity 它讲得更具体 就是每一个横河里面的沙多得很 你可以数沙吗 不要说横河的沙你数不尽 我们在这里UBC的beach Red Beach里面的沙你可以数得尽吗 就算你把沙的数得尽 每一粒沙里面有化无量的佛 无量的佛里面有化成微尘 微尘里面有化微尘 这个数量你数得尽吗 数不尽 所以我以普全行愿立故 我就是代表什么 不但是普全菩萨 就是凡是信佛的 凡是发菩提心的 发伟大的度众生的心的人就是我 你发菩提心就是我 我发菩提心就是我 如果是发菩提心的人 就是以这个无量的对象的心去供养的 所以他这个心量很大的 佛经里面这个心量大 心包太虚 量昼杀戒 心量对象的心量很大 很多人问 往修供养的对象有多少 好像我们做什么事都有一个对象的 好像我们今天办法会 我们念良王宝灿 我们那个对象 所有在温国华的人都来拜了 有多少不知道 来了三百人 好像三百人是对象 但是普全菩萨的对象数不尽 是无量的 这个以量来讲是quantity来讲 是量 但是质呢 quality呢 无尽的 昨天不是讲过无尽呢 无量无尽 无量的大概是形容物质这一方面的 无量物质 无尽呢 精神这一方面都半括了 就是这个意思 前面这句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的对象是那么多 你怎么去供养呢 你还要起身信解现前之见 什么起身信解 就是你对你供养的对象 很了解这个对象 所以这个对象没有弄错这个对象 非常了解 非常知道供养对象的意理 供养也很知道你 如果是我们用普通的英语来讲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You know your target 你非常深的了解 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供养的意义在哪里 你供养对象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供养 都非常深的了解 现前之见 现前之见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个对象 我清清楚楚 我见之 是意念之道 见是什么呢 见好像眼见 耳朵听 壁指纹 鼻子纹 舌头长 身处 所有我都清清楚楚的了解 我为什么要拜 我为什么对象是这样 要广修供养的对象 很清楚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也要停下来 消文解义 已经消文过一点 现在我们要讲 什么是广修供养 我们要知道 广修供养是什么意思 广就是广大 也可以说心行出灭 超越言语 言语道断 什么是言语道断 就是没有言语了 我没有文字可以形容佛的伟大 形容这个对象 广修供养的对象 心行出灭 我这个心想不到 想不到 那么这个广大 非常广大 修什么 修舌 就是去prepare and to make preparation for 供养 供养是什么 供养的意思是 也可以说是 也说是 供师 供给 是对佛法生三宝 进行物质 或者是精神 两方面的供奉 达到了积养的目的 好像饮食 衣服 卧具 衣药 翻盖 燃灯 香花 等等等等的供养 如果是我们这样分出来 大概怎样讲 有物质的供养 医药 翻盖 食物等等 这个是物质吗 但是也有精神的供养 物质的供养一方面 精神的供养是什么 真理的供养 两方面的供养 《十地论经》谈到供养的种种种类的时候说 供养有三 意为力养供养 衣服 卧具等 就是力养 力养就是滋养身体 material 就是物质这方面的 也有第二是恭敬的供养 香花翻盖等等 利用香花是一个恭敬的心 三 行为的供养 修行 信 戒 定 慧等等供养 就是你的供养是什么 我去修行 我根据佛菩萨所讲的佛理真理去修行 就是一个供养 就是一个对它的尊重 对它的恭敬 所以供养不一定是物质的供养 如果你心佛 你来到了佛堂 你供养的水果 香花 这个表示物质的供养 但是你在佛法里面 你修学佛法 广行善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两舌 不贪 不撑 不吃等等 你就是我行为的供养 就是如果是我对我的老师供养 我老师要我做的事情 我对我老师 我以食的东西 穿的衣服供养我老师 这个是普通的物质的供养 但是我老师叫我的 我依照我老师叫我的去放行 这个是对我老师的恭敬 他讲过什么事要做 什么事不要做 老师所讲的话 我服从恭敬 因为我知道我老师讲的话是很对的 我就服从 我就恭敬 这个就是对老师的供养 不一定是给吃的东西 衣服 我给我老师很好的滋养 但是我不听我的老师话 我老师要我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等等 我要杀生 偷盗 先妄语 但是我给我老师很好的供养 我给老师很多钱 我给他一百万 我给他很多房子 这个是供养吗 这个是物质的供养 是不对 不够的 你最真的供养还是真理的供养 行为的供养 所以如果是我们以这个话题来讲 供养是好像一个田 It's like a farmland 田 田是种种子的 种下去的 每一个供养的比喻就是千千万万的田 有敬田 有恩田 有贝田 什么是敬田呢 恭敬的对象 我对我老师的恭敬 我恭敬他 这个恭敬的对象 我们恭敬的对象就是佛 法 生 The Buddha, the Dhamma and the Sangha 佛法生 我对佛法生 这个就是我供养 恭敬的对象 这个是尊重 尊敬 如果是你对你的父母也好 你的老师也好 你只是供养他物质 这个不是真的供养 你对你父母 但是给他物质 你不听他话 你不尊重他的 你不尊敬他的 那是恭敬吗 不是恭敬 你要恭敬才是真的恭敬 第二 恩田 好像恩田 报父母师长的恩德 我对我的父母师长 对佛 佛法生 我不但是恭敬 我感觉到佛法生 我的老师 我的父母对我有恩德 他对我 很多栽培我 培植我出来 他对我有恩 我因为这样 我要有恩田 我要对他 他对我有恩 所以我要报答他的恩 这个就是恩田 悲田呢 敬田 恩田 是对上辈来讲的 这是讲供养 我供养佛 供养老师 供养父母 但是对众生的不是供养 不讲供养 是补师 所以供养跟布施是同一体 这是同一样事情 无论是供养 布施也是什么 也是付出去 供养是相上的 对上辈 布施是对平辈 还是众生 对众生是悲田 以慈悲心 布施一切众生 悲田 所以供养有三田的比喻 敬田 恩田跟悲田 所以对象也是有很多种 供养的对象有多少 前面不是讲过吗 供养的对象无量无边的 无量的 无量也要讲出来 无量 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无量 对上辈 佛法生 父母 你要敬 还要对他们有恩德的 对众生 你要以慈悲心去布施给他们 什么是慈悲心 什么是慈 什么是悲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 慈就是与乐 to give happiness to 就是给他快乐 让他快乐 你让众生 让受苦的人快乐多好 你所有一切的善事 都是让众生快乐 如果这个人他病了 他很痛苦 我要带他去看医生去 如果是我的医生 我把他医好 这个人没有钱 吃饭了 他独自饿 他又饿死了 我给他饭吃 你让他快乐 让众生快乐 就是慈 to render happiness to 如果是这样讲 你骂人 你就不是慈了 你骂人令对方不快乐 你还是慈 这个人不好 那个人不好 你没有慈心 因为他跟你讲话 你令他不快乐 你跟他吵架 你跟他吵架 马上就丧失你的慈 你没有慈 你跟人吵架 你令人快乐 知道吗 令人快乐的方法 无量无边 悲呢 悲劳拔苦 悲就是拔除了众生的痛苦 众生有痛苦 你帮他离苦 就是这个是悲 所以广修公养 就是有 里面你填回比喻 就是有荆田 恩田 悲田 所以他的对象 对上来讲 有佛 法 生 父母 师长 乃至所有的 你尊重的人 对普通的众生来讲 就是一切的众生 六道的众生 所以你对动物要慈悲 你要持心 布施一切众生 你还吃众生的肉 牛 鸡 猪 天天涂肠 为了你要吃他们的肉 天天杀他们 一年杀千千万万 你不是慈悲 所以学菩萨道人 不吃众生肉 你吃众生的肉 你不是菩萨 菩萨是不吃众生肉的 为什么 吃众生肉的没有悲心 都没有慈悲 你口口声声的说 你很慈悲 你天天吃众生肉 你慈悲吗 我们出家人不吃众生肉 我们不吃肉 我们不但是不吃众生的肉 我们还有救众生 我们还有令众生快乐 所以我们还做很多慈善的事情 有人来有问题了 我们身为出家人 解决他的问题 有一个居士来说 昨天我见到一位居士 我见了他 因为有Mask 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见到我 法师 他要跟我谈话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他说 我们谈过话 我谈过话吗 我不记得了 他说 我跟童童来的 我知道童童 童童现在在UBC念大学的童童 是 但是我现在没有跟他联系 我跟童童来的 你跟我谈过话 我说 是吗 我是 他说 我最近很烦恼 什么烦恼 我们站在外面烦恼 我说 我未婚妻离开我了 走了 很烦恼 我说 为什么他离开你 我们的性格不合 他看我很多不顺眼 而且我常常要倉业 我把我的时间都放在倉业里面 我就没有管他 没有理他 他因为我朗论了他 所以他走了 我说 走了 走 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很痛苦 现在 因为我没有时间 快要吃饭了 我怎么可以跟他尝试的谈论 其实我有很多句是 我需要很长的时间跟他谈的 但是我的心也急 因为我快要打众吃饭了 我怎么可以谈一个半小时 一个小时 我就说好 我简单来讲 你这一段爱情可以离补吗 可以修补吗 他说 不可以了 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现在天天很苦 我的事业 我没有心情去做了 我说 那你先要冷静下来 你要追思你以前为什么搞到现在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爱情可以修补 你就想办法修补了 若此不可以了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到自己抑郁了 不要天天不高兴 你看看你怎么改 我说 你这一段婚姻完了 你有没有儿女 没有 那么还好 你有儿女就更麻烦 那么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跟谁 现在里面有这个问题 我说你可以这样 如果是你不可以修补 你就可以很多方法 你可以重新一段新的爱情 你可以不谈爱情 等等等等 我需要很长的时间跟你谈的 真是法师好 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我跟你拍个照片谈 我说我马上打钟了 我不可以谈 改天吧 那么我就没有谈下去了 众生很多烦恼 我还要告诉他 你以为你的爱情没有你很苦吗 可能就是你智慧的开始 可能你的包袱已经射掉了 可能你没有这个 你自由了 你没有家庭的负累 你没有爱情的负担 你没有爱情的纠缠 你是自由身 更好 你更可以虚伪你 将来你怎么去做 你不要为这段爱情 修不好的爱情 天天不开心 你要背起你的背囊 等待更好的目标 现情迈进 其他一个你要知道 爱情不一定是好东西 你不要说爱情 传爱情都好的 有很多爱情结果都是什么 结果爱情当初是好的 结婚好了 以后成为坟墓了 结婚以后糟糕了 大家不一见不合了 有儿女也不合了 大家天天吵架 那你痛苦不痛苦 我跟他不过讲一点而已 所以我告诉你 众生有无量的痛苦 我们好像我们出家人 以什么去供养众生 我们供养众生 我们说是布施众生 我们用什么布施众生 我们以佛法布施众生 以佛法开导他们 以佛法以慈悲心开导他们 令他们离苦得乐 令他们迈向智慧 不要走上愚痴 无名 我们出家人有个很伟大的使命感 我们就是有敬田 恩田 悲田 用广修供养的心态去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是这样的 再讲多一点点 好吧 供养通常是能陪止福德 供养是陪止福德 如果是你常常供养人 给东西别人 我们佛门里面讲 福慧双修 如果是成佛 就是福足了 慧足了 就是如果是你的福跟你的慧 达到了最perfection 修到最好 这个就是佛 所以我们信佛的人就是修两种 如果是我们真的可以用两个字代表 我们怎么修行 就是一个修福 一个修慧 修慧呢 修慧呢 当然有很多方法 有定有慧 现在供养主要是修福 没有福气不行的 主要是修福 但是如果是我们这样想 如果是你供养乃至布施 如果是你以三轮体空无相布施的心态去供养 也是修慧 不但是修福 其实广修供养 不但是修福也是修慧 两方面都修的 所以我告诉你 你在佛门里面 你多做一点事情 你不要怨 为什么我又这样 为什么我洗碗 为什么我拖地 为什么我要煮饭 这是修福 这是修福 我们福不够 福不够很难成佛的 福不够很难度众生的 关于福慧双修这个问题 我想大概 我要讲一点点 讲完这个福慧双修 双修 我今天大概都讲完了 我讲给大家一个故事 大宝积经里面 大宝积经 大宝积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讲福慧双修的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佛经里面 大宝积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有两兄弟 他们都是出家人 两兄弟都出家了 一个喜欢修福 一个喜欢修慧 修福什么意思 修福 帮助别人 做很多劳劳劳的事情 在寺庙里面 他什么都做 劳动的做 清洁 厕所 拖地 煮饭 什么劳劳的 劳动的 很苦的 他都做 他都做 他不介意 不嫌账 他什么都做 修福 什么劳劳的 他都做修福 另外一个兄弟的怎么样 他喜欢修慧 修慧什么以智慧的慧 修慧什么 他不喜欢劳动 他做一点点而已 他不喜欢扫地 他不喜欢煮饭 他不喜欢劳务的 都不喜欢用力的 他不喜欢 他喜欢坐下来研究佛法 看经 静坐 我要静坐 你劳务了 你煮饭了 你煮饭 劳务了 是下等的人坐 我知识水准比你高 你不认识字 我认识的字多 我要看经 我要meditation 我要止观 修止观 你劳动你的事 最重要还是智慧 所以我不劳动 我不服务别人 我是天天看经 但是你天天修乔 补路 救济贫穷 为人服务 这个我不做 我喜欢文字 我看经 我研究经典 我要想它的真理 我要酸扬佛法 我要讲佛法 讲佛法才受人尊重 你扫厕所 哪受人尊重 你在厨房里面拖地 不受人尊重 我讲佛法 我是大法师 我受人尊重 所以我不来这一套 你修福 你劳动是你的事 我喜欢看经 我要喜欢念一个master 我喜欢念一个phd 这样才好吗 后来怎么样 各自修他个人喜欢的 后来怎么样 两个人都去世了 都死掉了 就是去世了 去世以后怎么样 下一生怎么办 怎么样 修福这个师弟 天天为人修福的 后来怎么样 后来投生到皇宫里面去了 死了以后 投生到皇宫里面做了什么 做了一头大象 大象 大象 Elephant 大象 虽然他是出生到 他的出生里面 animal ram poor poor animal ram 但是不是 他是一个很有福报的animal 很有福报的大象 每天吃的东西 它是皇帝的大象 每天吃的东西是最好的 皇帝还给他胚金 挂银 很多olamines 很多最好的东西 这个大象很漂亮 还有很多香炉 服侍像的炉笠 帮他洗澡 擦干净 还有音乐给他听 因为他是皇帝的大象 他是最好的享受 但是他一直投大象 世间的人哪有他的福报 贫穷的人吃都没有得吃 大象吃的东西比人还好 穿的比人好 挂的金银比人还多 这个是失地了 修福了这个失地 那么修慧的这个失踪 死后他不修福的 他是修慧 原来他修慧的期间 他争了果 争了阿罗汉果 有神通 但是他没有为人服务 没有跟别人解缘 不愿意服务别人 所以有慧 很有智慧 讲经说法 很有智慧 但是没有接人缘 那么讲经讲完了以后 拖拨 到每一家拖拨要吃饭吗 中午 拖拨吗 Go on arms round 拖拨 很少人给他东西 不愿意给他吃 起回来的都是一点点食物 生活很困顿 很穷 到处拖 人家都不愿意供养他 吃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 饱就算了 衣服也很普通 没钱 他想建一个好的经事 讲经说法 很多人来听 有经事 也没有钱 在旷野里面讲经说法 来的人也有 不太多 因为他不给人解缘 以前没有跟人解好的缘分 所以来听经人有 不多 下雨也不可以讲 他没有钱盖一个经事 有一天 西松走到皇宫前面化缘 皇宫的人也没有给他什么东西 他就见到一头大象了 因为这个师松是有天眼通的 supernatural power 他可以看见人的前生前世 他一看了这个大象 他说 他是我师弟 他以前跟我修行的 他现在变了一头大象了 多惨啊 这个不是我师弟吗 但后来 误出一个道理了 他说原来我们圣弟两人过去修行的时候 一个就是修福 一个他因为修福 他变了大象了 大象都是享受最好的大象 我没有修福 我修慧 我变了欧拉汉 但是没有人供养我 一天吃也吃不饱 那个意思就是说 师弟修福 不修慧 虽然投到皇宫去 没有智慧 变到出生道了 师松变欧拉汉很穷 弘扬扬佛法又有困难 所以后来 师松就写了一首诗 楼挤后世的人 希望后世的人把它悟出的道理 告诉后世的人 你们要修福修慧 他写了一首诗 很出名的 他怎么讲呢 修福不修慧 大象挂阴乐 修慧不修福 罗汉应共伯 就是修福不修慧 那个大象挂了很多阴乐 很多珠宝 但是没有智慧 修慧不修福 我成为罗汉 但是没有人供养我很苦 所以我们信福的人要修福 还要修慧 福慧双修 刚才我讲的广修公养 表面看似修福 但是如果你懂得三轮体空 无相不舍 也是修慧 但是你要不识的彻底 你要不识 你要懂得不识的道理 你要懂得不识的真理 关于三轮体空 无相不识 我还有很多要讲的 但是今天我讲到这里就不讲了 明天再继续讲 为什么我们不识 修慧修福 什么是三轮体空 什么是无相不识 明天再讲 好 感谢观看